找到一和二 这也不用再给大家说了 因为确实就是找到 六号玩家发言 那个我为什么投五号呢 因为其实我就是在十一号 跟我就是讲 就是让我考虑一下 就觉得五号的身份 直到怀疑的时候 我还是有那么一呐呐的动摇 但是呢 在我没有分清楚 谁是好谁是坏的时候 就暂时就不要换了 哎万一我选的这个 他本来是好的 发言挺好挺好 也厉害啊 说的不错 就是以一种好人的心态 在玩这个游戏 呃有些人说 我怎么找到四号是狼的 有些观众问 我怎么找到四号是狼的 因为首先在我的世界 我跟大家说啊 玩这个游戏 不要不要去纠结 你怎么找到这个人是狼的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 最简单的普及 首先一二 首先在井上投票的时候 六号玩家和十号玩家 都把票投给了 我认的预言家五号 且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 我听着都像好人 十二号玩家也不像狼 所以当时我已经可以把这些人全保了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听出他是狼 我只要把外之位的好人全保了 我剩下 我剩下不能知道身份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三号 一个四号 因为三号玩家井上也是需要战边 也是需要战边十一的 那我只需要从三号和四号里面摘一个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选择了 打四号是狼 因为四号比三号更像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想法 很多人看我直播弹幕 因为我经常经常看见有大家问 就像刚才说 为什么知道四号是狼 我不知道四号是狼 但是我知道其他人更像好人 那四号玩家什么就可以知道了 换句话来讲 为什么当年我们在 那个超级星星天上面那个比赛 刘小松作为一张井下没有发过言的牌 我当时就把刘小松点死的是狼 因为我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 好人狼人都剩下了 我听完所有人发言之后 我发现 我听出了八个好人 还有另外三个狼人 那井下那个没有说话的人 他必是狼人 因为这个游戏一共就四张狼 所以这个一号当时 刘小松作为一号 所以当时一号玩家 你就不用发言了 你发言什么 你也一定是狼 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像AK啊 大飞啊这些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玩狼人杀的游戏 不要想了怎么听出这人是狼 不要去想怎么听出来 有时候我都听不出来 你像我有犯错的时候 我上一局 第二局六号人家是狼 我听出来了吗 我根本就没有听出来 但是如果那局我拿女巫 我可以听完场上所有人发言之后 六号人家一定会被我找出来 就是因为 他我虽然说听不出来 但我能认下别人是好人就可以 同样你们经常问我怎么找的四神 其实有时候听不出来 他哪句话就报神了 报的是具体哪个神 但是你只要听出来他有身份 并且你能把场上爆水的好人全排了 那他就一定是那个神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狼人杀没有说 你们问这个问题 我也是今天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因为以前好多人问我 我也就一直没解释 他再去盘我说话的好的点和坏的点 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辩证的看的 就是他如果是一个狼人的话 他会咬定我的缺陷 会一直在 他不他在一边 他在一边好处 我也没办 自己讲了我的这个 可能是冤家那边 又可能是狼那边都讲了 所以我从十到六这一边 感谢苏苏的能量时 额 景辉也没有景辉留 就验人 那这一轮就听七号之外老师的 我就验一下这个四号 这四号身份为何不好 我又想明白了 因为当时可能晚上的时候 十一十二一二四 十二可能是一个出错的点 那就是十一一二三四里开一个 我就觉得是一个四 因为四晚上可能会给十一还没工作 就是要十一来汉跳 然后所以你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四号在上景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发言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 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讲 然后我就一直在讲 为什么他会不说 他是看到我五拘手了 他觉得他也跳不过我还是啥 原来是后边有一个他的十一 位置是这么定下来的 按时间转下来的 后边有他的十一 他再说多少话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 没问题吧 厌四应该是 就是你们再不相信我是个真鱼冤家 咱们得为好人打牌吧 就那边一二 一行为一直从头到尾 跟到铁一句话没有说过 二号玩家看到所有人都举到自己的狼队友了 他也举了一个狼队友 这个行为你们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谈呢 就我觉得这个游戏 你可以看就哪一个 哪一方在为好人玩吧 十一在跟我PK的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的是 自己怎么样才能拿到这个警惠 我强调的是狼都在哪里 对 我觉得 我今天晚上去验一下四吧 我相信我有力度带领 不是 就是 这叫怎么 呼吁大家一会儿跟我私警惠 我不想推其他人 其他人我不确定 十一是铁狼的 这是决定的 对吧 所以 这轮就跟我票实际就没错了 我这轮验四过了 五号玩家 有人说五号玩家厉害 有人说五号玩家厉害 其实也确实挺厉害的 也确实挺厉害的 他厉害的点在哪 五号玩家厉害的点在哪 他聪明 他只要跟着七号玩家去打狼坑 你们能懂我意思吗 他很 他很 明白的点 是 他知道跟着七号玩家去打狼坑 所以 他打的狼坑 他就错不了 不是我没夸自己 不是不是不是我没夸自己 我没夸自己 就是 就是 不是真的 就你像我参加这个节目 别人已知我是好人了 我888点完四个狼坑了 然后后这位有人呢 他知道我是好人 他就不按着我这个狼坑打 他就去打别人 但时有 时 他都一定打错了 就因为他不跟我一起打 他一定就打错了 所以五号玩家很聪明 他这个位置 当然也有可能是人家 确实也找出了死亡 我就是这个 哎 四号发扬 就说实话 其实第一轮五号跟十一号 发完颜奖我是 没有特别分得清 谁到底一定是阅言家的 但是五号玩家 你打我四号玩家就很奇怪 你说四号玩家 可能看到你上井了 觉得自己跳不过你 所以没聊什么 直接过麦了 但你井上对我一句没提 后面七号玩家 你的精髓牌也对我 没怎么提 八号九号 一直到十一号玩家 没有提过我四号玩家 只有十二号一个人 提过我四号玩家 没话 而十二号当时是把四五七 捆在一起打的 十二号是站边十一的 你四脚里面肯定要进十二 觉得十二可能是狼 那十二打的四 有可能是好人 你应该会这样想 你不会先打四 你如果是个预言家 你会先打十二号那张牌 而不会先 平票PK聊过四号这张牌 所以我觉得五十狼 十一会更像一些 七号玩家今天点狼坑说 一二 十一是三个狼 三四里面出一张狼 你觉得如果是真的是 一二十一三张狼 因为七号玩家说 我四号玩家会更像那张狼 那他直接点的狼坑就是 一二四十一 我四号玩家是不能跳吗 你说我四号玩家 看到你五号玩家上镜了 觉得跳不过 我四号玩家开天眼 我拿个狼就知道 你五号玩家是那个预言 腿毛这个位置 其实不应该去聊 谁跳谁不跳的问题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腿毛这个位置 他去聊谁跳谁不跳 会提醒好人 对啊 那如果这爱打的 一二四十一 这四个狼 为什么你四号玩家不跳 让十一号玩家跳 因为十一号玩家是狼美人 能懂吗 他四号玩家在这个位置一聊 为什么四号玩家不跳 十一号玩家跳 那大家就都会去想 十一号玩家 那你四号玩家可不是不跳 你又不是那个狼美人 所以在这个位置 他引出了这个点 会让好人玩家去明白 那你四号玩家果然是没跳 你又不是狼美人 那肯定要狼美人跳 所以是这样 不现实吧 四号玩家也没这能力 没这水平 我觉得四个狼是五七八十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四个狼 其实我觉得六号玩家不进狼肯 因为五七是双狼 如果六号玩家进狼肯 我觉得七号玩家可能 交六号玩家会方便一些 交五号玩家隔着一个交 还比较麻烦 所以我觉得五七八十可能更像 而且他们共同犯了一个通病 因为他们视角里面 没有狼美人这样排 他们不会觉得十一号是狼美人 包括十号 八号 七号 五号 都只告诉你归十一号 但是他们如果他们底牌是好人 那十一号就得是那样狼人 他们有想过归十一号 可能十一号是个狼美人这样排吗 从来没有提过 五号没提过 可以理解 五号玩家可以理解 对吧 如果假设他是一个冤家 七号玩家没提过 八号玩家没提过 这就是不是很难理解了 而且五七刚刚发完言 八号玩家说 七号玩家什么什么 他自己给提算了 我不知道 锦下五号玩家打四把两张狼 你都说你没分得清的 但你说五号状态比十一号好 但是我印象中 五号玩家第一把狼美人状态也很好 就坐在我旁边黑黑黑黑黑的 状态什么时候差过呢 五号玩家假设拿一张狼人牌 对吧 所以八号玩家不是只需物有编逻辑吗 所以五七八定三张 锦下六十 我排六的原因就是我觉得 如果五六都是狼 六应该会更好起跳 而且十号不上井非常奇怪 我觉得五七八十是四个狼 我站边十一号过来 腿毛这一轮的发言 其实整体来讲没有大问题 他打穿这个狼坑呢 其实也是可以为好人站错边做准备的 他打了五七八十其实是可以 他打五七八十说话想骗九号呗 对吧 他打了五七八十 他看九号拿去站了十一了 那他这个位置肯定自然然的就去 说五七八十了 但是问题是在于 他这个位置自己去聊了十一号 有没有可能是聊美人的点 导致了接下来 这局应该是把四号玩家先出了吧 这局好像应该没出了 这个十一号吧 我记得这局应该是把四号玩家归了 所以导致 小狼出局了就很惨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可能要回头了 我听到这个四的发言感觉全部都在跟我说 我真的真的腿毛真的每次只要要骗我的时候 一点都不开玩笑的 逻辑嘎嘎一顿说 我妈呀 你像打职业一样 你吓死我了 我一听完这个四的发言不行 我要回头了 这四大铁狼 我想他定点在骗我 聊到什么 五七八一定是三张六十 我为什么排六十为什么一定是锦下的那张狼 那锦上为什么十一和五 五十一的发言 你锦上我本来没有怎么分清 但是你五号凭什么说我四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呃要打你不打你的怎么怎么地 我是个狼我不能跳吗 天呐我感觉上当了呀兄弟萌 感谢喝完牛奶敷面膜的超粉砍 他其实发言了没有对着我 狗哥是受 狗哥也受不上 他拉的是谁的票呢 他拉六的票他给我点五七八十 狗哥就受不上 但我不认为五七八十能做成四皮狼 而且十第一反应是五六七八 你们是不是怼着我一个骗 八马上接过十的话茬 然后说跟五不见面 五他说八号怎么怎么地 包括八我认为的是什么 锦上五十五十一的发言 我心里十一 你批个台的发言 我是要准备压手的 后来也想压个 还是绝了一下十一 我听完五锦下的发言 我就有点回头了 他受了好多 好兄弟是不是头也不提 我听一听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兄弟们 就是你就是你 你九号 好好考虑考虑吧 你那个什么 谁批要搞你了 哎 真的 我锦上就感觉十一 为什么批开台 我感觉不带对劲 有一个地方 问题很大 陪仙 你想想看 锦上他井会流打的是十九 批开台打个十二九 我当时一听老瓜子都应了 就是七是狼 五是狼 十是那个狼 他要验十二 十二和三站在那边 行 凭什么要验溥仪啊 万一他没找到狼 那不是把好兄弟夹在火上口了吗 你以为他喜欢拿那个井会啊 好兄弟 他一看到那个井会都怕 他是狼 他都不喜欢 比较他是好人了 完了出问题了 这四号玩家不知道底牌抓了个什么呀 他老瓜从来就没有看过我一眼 他甚至眼睛都没有瞄我一下 但是我认为他全程的发言全部是在输出 完了 这好家伙 这个四号在那里 跟我聊些什么蛇皮 哦 他我疯狂心了 五七八十五七八十 我再听一轮十一的发言 我可能要回头了啊 今天就是五十一的轮车啊 过了 好的 这个 就是 狗哥的发言其实他已经站回边了 而且他已经认出九万家好人了 这一波他确实是找出了狼了 所以 这一波三好家发言还是不错的 你们 你们现在觉得三好家和四好家斗 你们 往后看吧 后面会更斗的 这些人会更斗更有意思 二号玩家发言先解释一个问题 我并不是变票 我只是刚 当时在整理我这边双边逻辑的时候 我听的法官说的是退水的人先放手 所以我没有听清楚要投票 然后就急忙地把我的票投了出来 并不是变票 只是来不及反应 然后我刚才说我在盘双边逻辑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觉得确实从刚才那一轮 听下来井上五和十一的发言都各有索取之处 但是我自己一直感觉是 五号的好处 我们就五号发言好的地方我就不讲了 五号当时有一个状态是 他首先没有聊起前面的四 因为我觉得四号每次上来 他跟三号的互动都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但是 在这一轮你恰恰没有任何表现 那我觉得如果在后面的人的发言 有酷看 理应对此有一些的表态 但是他没有 并且五号第一轮我还记得 他的井辉流是十六顺验 然后他验十号的理由是因为十号没有上井 是一种基于你与平时状态不太一样的理由 去验了你一下一个井辉 然后丝毫对其他人的身份没有分析 所以我当时就打了一个问号 然后去听十一号发言 我后来听到你 非常斩定截铁的给七发了查杀 然后把武器打成双狼之后 我就在想说 如果十一号是一头狼 他上来汉跳 是什么样的配置能够允许他 安排他上来上跳之后 斩定截铁的把武器打成双狼 那可能就是虎牙六子当中的某一位 那是谁呢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八 但是八因为确实八在场上有一句话是 跳出来就说给大家一个小贴士 武器应该是同编的 我顺着这样想 我越想越不对 我觉得这一整套对于十一号而言 有点过于顺了 就是一个状态很满的人上来 就是给别人的给你对跳的人的那个精水发一张查杀牌 且把他们斩定截铁的打包成一起打 所以我当时我反而觉得十一号在我这边状态是好的 那我由于比较晚了 我现在只能根据状态去判断 所以我就投了十一号 到他们PK的时候 我对十一号的狼坑比较满意 因为他依旧没有改变什么 就是五六七十 然后五号打我二号说是因为我变票了 我进入了狼坑 他把八号也打到狼坑里面 所以我认为五号的狼坑反而是没有经过太多思考的 就是一种 就是跟十号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认为他没有在找狼 他是一种基于状态上的判断 排出来一个狼坑 所以我自己的 现在脑子比较乱 我只能把我自己的东西讲清楚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 我觉得他发言好好啊 没有你们说他发言不好 我觉得他发言好好啊 他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的这个发言 他的这个发言在全程的发言叫做什么 在蓝沙里面叫做内心描绘 内心描绘 这四个字说出来是不是还挺高端的 这是我自己现在瞎编的 这是我自己刚刚编编出来的 叫做内心描绘 这个词过段时间我在这个玩网杀的时候聊一聊 可能这个词就火了 刚刚编的 他在 他在给我们讲一个他的内心的想法 他全程 他全程在想我自己 先 往左边走了 我因为一个什么事 我开始往右边走 我右边走到一定地方 我坚信我走的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还是有些犹豫 我再听听 他为什么往左边走 又为什么往右边走 他转折点描绘的特别详细 他把自己内心的想法 编出来这个东西 哇 编的特别像 哎 这个人以后 要是结婚了 我告诉你 就可得多想想了 这人 跟这种人结婚 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真的 我觉得女孩结婚之后不讲理 哎 做一些挺好的 这种人千万不能讲理 你跟他讲道理 你就完了 你就被他绕进去了 懂吧 就不行 有的男的你就不能讲理 我 我觉得女孩啊 有性别优势上面 就不要讲理 真的 不要跟男的讲理 就哭 闹 作 就挺好 不要去讲道理 尤其碰到二号家这种人 哇 他这个逻辑 他这都不叫逻辑了 叫做内心描绘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这个发言 其实那一套聊下来 你们其实可以自己 看复凡说自己听听他这个 他这一套 为什么 为什么 给讲特别清楚 可能确实 奇葩时候的变手在 语言表达上面 确实是比较强 你像我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就不强 也可能是因为我懒 所以从语言表达 就是他从语言 表达能力上面 其实是 我们 他是挺强的 在这个局里边 这个局里边 谁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 我觉得像 六号玩家 就不说了 我觉得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强的 我觉得 我都算一个 九号 和一星可能算一个 涛涛可能也算 就是语言表达上面 其实 九号和十一号 他们是属于 语言表达 跟不上自己脑子的 你们能懂吗 就他们脑子转得飞快 自己嘴跟不上 感觉跟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啊 可能我说的不对 但对于我看来 还有AK 对没错 AK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人 我说自己脑子转得 比谁都明白 嘴上不会说 哎呀急的 挺大所有人 哎呀给气的 脸都红了 就这样 就他们 他们嘴上跟不上自己的脑子 他们有个很厉害的脑子 但是嘴就稍微 哎呀 那个 你懂吗 一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我自己这头的信息 AK老师挺大所有人了 真的有时候着急 我先说跟我有关吧 刚刚有玩家说到 觉得好像是 十一 一 二 四 好像是一变的 感觉这些人是狼 我觉得明明我 一应该算比较真实外 明明十二才是更像 你比较一号和二号玩家发言 一号玩家在发言的时候 他没有东西 能够给自己佐证 他就没有办法 证明自己说的话是真的 就你听一二玩家发言 你会觉得二号玩家的发言 远比一号玩家要真诚 如果你在两个 这两个人里面选一个 在婚姻安全方面 我还是建议嫁给一号 因为一号玩家 一旦有什么事 你可以发现出来 二号玩家不太能发现出来 你懂吗 像十一帮派的那个人 因为我们回忆一下 十二刚开始在 十一发完言之后 他怎么说的 首先说觉得十一 这个发言是过关的 这个过关 你就没有说清楚 到底有多么过关 然后直接点出 所以你觉得五七双狼 你中间过程没有论证啊 所以我对十二是存怀疑的 但你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还是投十一 因为我觉得五的发言也很不对劲 你整个过程中 你以你一种诚恳的态度 和一种啊 我现在热情调动起来了 你跟十一来打 但是你 郭文涛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拿到一个严肃的牌 一个重要的牌 他自己更结巴 耳朵都有可能会红的 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以这个理由 以这种状态的理由 来证明自己身份 一定要比十一高 这一号玩家也挺像 这十一号说话呀 这关系还有点复杂 没看出来啊 这十一号还挺招人喜欢啊 你看看 这事闹了 其实我现在以我现在手上的 所有的信息 我也无法判断到底五和十一 谁才是真正的预言家 我刚刚一直投的十一 是因为我至少在那个时候 从直觉觉得十一稍稍做好 但我现在有一点点动摇 我现在 对对对 狼同伴 对对对 狼同伴 哎呀忘了忘了忘了 哎呀忘了忘了 我觉得逻辑不太自洽的十二 还完毕 人家狼同伴 当然要为了十一号 人家说说实话了 那九号玩家 哪个好人呢 干嘛呢 对不对 人家一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是狼同伴 这就说得通了 那九号玩家 拿个什么玩意儿 在那瞎展面十一号 这是什么意思 十二号玩家 请发言 是没有什么论证 我也从来没什么论证嘛 这也是说就是 比较像好人的原因 我得定一下这个票了 我觉得今天出腿毛吧 因为我的信息 跟你们不一样嘛 三号玩家 是第一天的饮水 那么三号玩家 是饮水的话呢 前置位的五期 确实有可能是双匪 对吧 加上八的发言 其实当时十一号 请上发言 是我觉得是崩住了 就是可以的 我觉得跟九号玩家 看法是一样的 但是在景下 因为我确信 四十一个狼 这是女巫视角嘛 我认为四号玩家 是单独的一个狼 这跟你们谁是谁不是 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是直接告诉你们 我觉得四是个狼 那在这种情况下 景下发言的时候 十号玩家的发言 比较难做成一个狼 九号玩家 我觉得 就单独说发言 评价十一那一段 十一是聊得还可以 就我觉得 我觉得是合理的 然后八的发言 说我是定狼 死狼 我觉得铁好人 铁好人 不如跳女巫打我嘛 什么 什么叫死狼 刘晓松已经被 深途摸透了 看到了吧 两个关系不好的人 往往就是这么 互相了解 深途的发言 说白了就是 你刘晓松拿张好人牌 想让老子站错边 诶 懂了吧 这 这就是两个关系 不好的人 对于 就是 敌人的那种了解 你们能 能够明白吗 就两个 两个人之间这种 有的时候做敌人 也是可以这么了解的 好吧 那么七号玩家 七号玩家的那个 这一轮的表水 因为他也打到了四 那么这个狼坑 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 因为四号玩家 其实是我锁定的一个狼 所以我觉得 因为六号玩家 也很难进 进入这个团队去冲锋 所以这两边狼坑 你大概看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一号玩家打我 我也理解 你是逻辑打我的 但是这个 咱们不浪费这个逻辑的时间了 因为我是女巫 对吧 那么只能是 你自己看一看 是这个四五七 你只能加八 你还加不进十 是四五七八 还是一二四十一 我觉得吧 你也不用想 因为四总归在两边里面 对吧 这个四五七八 一二四十一 总归是有一张四的 所以我是觉得 应该是初四 我来读 我是觉得 读十一的话 有点太凶惨了 要不就读一下 二号玩家 就帮二号玩家 这个解放一下 然后 狼美人也是可以 活到最后带一道的 但是如果出四的话 我们好像轮次是领先 对吧 因为我这边是订票 不是开玩笑的 我理解你们说五十一出 但是呢 我觉得毕竟 是有狼美人的板子 如果大家都觉得 四是一个匪的话 我确实是张女巫 我们就订票把四推了 然后晚上我去读一张人 好吧 这个话主要是跟这个 九号玩家 跟三号玩家说的 因为九三是刚刚跟着一起 投十一的 对不对 然后外之位 这个五六七八十的团队 我觉得是应该可以跟我投四的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投四 五六七八十加我 已经六票了 那么九跟三跟上 四号玩家肯定是先出局的 对不对 而且四号玩家这轮是生存欲很强 他是千万不想死掉 那就说他肯定不太 可能是狼美人 推他总共是可以的 那我再琢磨一下 是十一跟二里面怎么读吧 就是再给十一点空间吧 其实蛮难打 因为你发言给七一张茶茶 是挺真实的 问题是 他们的这个 一二四十一的狼坑 更真实过了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生徒在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定死格局了 首先跳了女巫 拍身份 陈寂慰拍身份 订票出小狼 以及安排工作 算是没给空间了 就是说没有给什么空间了 其实打到这儿确实作为的一个狼杀来讲 生徒这么做是没错的 作为一个高配玩家 在陈底位 跳身份 定格局 夜里去读掉狼美人 这整个的一系列动作都是非常 非常标准化的 也确实这盘是得夸夸图图 难得 难得玩二十盘也不一定能有这一盘表现 挺好 鼓掌 但是 但是也没什么 因为这局到现在就基本上是锁死的主 就是图图这盘确实发挥的不错 真的是挺好的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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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11号玩家请发言 我没想到我低估5号玩家了 我以为是新手了 没想到他拿了两把狼人状态都这么饱满 然后我定之前我定狼坑一直是五七十对吧 我没有把六号放进狼坑 我觉得不可能四郎就是全去上去给他冲锋 六号六号我希望你回头 然后八号一定是好人 八号一定是好人 就是他我不知道四号为什么把八号打到狼坑里面 郭文涛 郭文涛可能只要刘总 好骗 他这个发言把八号人家保了 其实就是有点 有点那个说不过去了 因为他最好在这个位置把八号人家打死 因为他这个位置保了八 其实就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刘耀总 他可能只要刘耀总 是个菜憨憨 但这个时候他去保八号其实不太合理的 他就把八号打死就完了 因为这种东西会比较比较让人抓着这个 怎么说这个叫什么 会被别人抓到这种坐标的点去打你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他是站错边吗 他怎么能站错边呢 对吧 这个意思 这个位置应该打死八号 然后四号这边 如果说还有一个倒勾狼的话 我觉得 之前我觉得是 这个 十二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现在我看如果他是女巫是真的话 那其实四号有可能是在倒勾 我的景辉留我上一把 我留的是十二 因为我觉得我活不过今晚嘛 我不可能今晚宴了十二 我再去宴九 所以刚刚说我 什么再留给九这个逻辑 三号说我这个 再去给九这个逻辑不成立 就是我如果验了十二号是狼的话 那景辉我直接撕了 我也不可能给到九 今晚上我活 我绝对我活不过今晚了 那如果十二号是金水的话 我就给到他 所以但是他跳了女巫嘛 场上没有别人跳女巫 那我现在我觉得景辉留还是 景辉留给四吧 我判断一下最后一个倒勾狼 因为五七十肯定是定狼 然后也不要去分票 好人不要分票 什么这轮本来就是七个十一的轮次嘛 排不到四 也不用出五 就是我感觉刚刚有提到出五和出四的 有可能就是狼人在 对在分票 所以信我就出十 就出七 信五 信我就出七 信五就出我 好吧 我归票 归票要七 所有玩家发一晚 他这个他这个出票是 是对的 他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出四了 他不能在这个位置再出四了 而且他还有一点好的东西 我没有刻意去夸这个十一号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十一号 过两天我还得请他吃个烧烤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可能不了解这一点 但是他这点做的还不错 你们知道是哪一点吗 还行 还挺厉害 我观众说对了 是因为他把 警徽留到四了 他把警徽留到四了 狼人杀里边有一个规矩 狼人杀里边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 也不是规矩吧 就是一个奇怪 女巫不会轻易读 警徽留里边的人 他留到 腿毛是对腿毛一种 保护 他其实这轮 确实是在保护腿毛 哦 我们 我们之后 那个 那个不是都出预告了吗 我 大锤 郭文涛 刘小松 扑一星 丸子 六个人 我们 九号晚上在那个 扑一星的直播间 就我们都不开直播啊 只有扑一星直播间开播 在他直播间里面 玩一个什么游戏 我扮演一位朝廷大员 一品以上 爱朝廷里边重中之重 跟皇上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大臣 啊 我的角色 啊 感谢七七的许费 感谢感谢 然后我们 然后他们前一天来北京彩排 什么小歪子 什么什么 我是很重要一个角色 气死我 不是 这个陪陪是不是他妈不当我经纪人之后就开始不像着我了 感谢浩天A的这个永生的见识 就这个陪陪有问题我跟你说 这个陪陪现在真的是不像着我 给我安排一个这角色 想当年我以前拿的都是什么角色 哼 就我现在就这 然后他们 他们是八号来 八号来 他们是八号来 来北京 然后彩排 彩排完了之后 我 然后我就说请他们吃一顿那个特别牛逼的烧烤 上次黄子红凡吃完之后不行了 天天约我 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再去吃 你知道吗 那一顿给他吃服了 上一次 上一次那个谁 扶一星也吃了点 也说挺好吃的 然后我这回请他们吃个烧烤 还便宜 也不便宜 也还 但也不算贵 就 就也 也可以承受 也可以承受 不是在 不是店里面 是我 我认 我认识一个 认识一个这个烧烤大师 他去自己去买买食材 自己穿 然后自己准备炉子 感谢市井老妹的这个超粉卡 自己准备炉子 自己准备炭 桌子 布 找一个荒山野岭里面去吃 准备啤酒啊什么的 扶一丁 扶一星上次是喝了点 而且吃了一点 他不太能喝酒 喝就上次喝点猛 他所以就就比较早就晕菜了 晕菜了 我们这回也不怎么喝酒 就纯吃 我们上回我自己也喝多了 我上回我自己也喝多了 很亏 上回烧烤吃了三千块钱 我喝多了 自己没事抽风 群里发红包 发了一万 我管他们要 他们还不给我了 感谢网的超级粉丝票 感谢 很亏 我吃顿烧烤 花了一万三 我吃饭就花三千 然后我喝多了 群里面发红包 发了一万 他们也不退给我 没话说 给我气的 警长归票七号 现在开始放逐公投 请所有玩家 在三秒后开始 欢迎来四姐 三 二 一 请投票 欢迎Sherry 我还记仇了你 感谢S姐的能量时 四号 十一号 投给七号 十二号 投给四号 四号玩家出局 请四号玩家发表遗言 四号 投给七号 五号 投给四号 六号 气票 七号 投给四号 八号 投给四号 十一号 投给七号 十二号 投给四号 四号玩家出局 亲四 一号 六号 是七票了 然后 二号 四号 十一号 这个狼 已经很明显了 从票型上来讲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三个人 一起冲的 一起冲的 这个 我七号 剩下人 基本上 出四号 哎呀 这个九号玩家 也没跟着十一出 我四七 还行 这个也没出 就主要四号 人家太明显了 我对朋友好 是因为我朋友 特别少 我 我今天要跟聊呢 就是 今天 明哥吃饭的时候 跟我聊天 我说我朋友 特别 确实特别少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认识了之后 我觉得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哎 有点傻逼 我不会跟你 就是那种客套话那种 我不会 我觉得你 我不喜欢 我就 不太愿意跟你 过多的接触 而且我 看不上大多数人 就我这个性格不好 我大部分人 我基本上 属于那种 看不上的状态 就我 昨天也说 就是我这个人 可能有点 有点傲 因为以前 就是我以前 我觉得自己太厉害了 虽然说现在 没有以前厉害了 所以 这个性格不好 然后 我不喜欢人 我不愿意跟他接触 所以导致我朋友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 有的朋友 就是我现在看得上的朋友 我会 就是比较 比较好吧 而且这帮人都比我小 特别多 不是 主要是这帮人 都比我小 我从来不让着郁宅颖 因为郁宅颖比我大 郁宅颖比我大几天 你知道吧 郁宅颖比我大几天 所以我从来 不会让着郁宅颖 但是 现在有的朋友 比我妈妈 小太多了 那这个人 8号倒比我没小多少 这9号 人家比我小多 94年呢 我87年呢 比我差多少岁 那你说 这种情况下 我不是 确实得那个吗 对吧 就比我小 我还是挺在意年龄的 12号归错了 11应该是愿家 这个小小苏 给我开皇帝 这个99年的 比我他妈小了 整整一轮 比我小12岁 那不就是好弟弟吗 对吧 就是 这意思啊 我就只觉得 人都都 就是你 你是当哥哥的 你就 你就得 对人家好点 会是5789吗 我在想 5789也挺难 我对皇子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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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都在那边 11 12就不能是狼 9号玩家会是那个狼吗 我真不知道 反正90里面开一个容错 5780肯定没得跑的 那平民排呢 怎么办呢 这个3号玩家 你是不是有意想症啊 从头到尾 正眼没看过你一眼 你胖胖盯着我了 说我什么盯着你 骗你了 你骗 黄子 蒲毅欣 郭文涛 都小 是不是 就我大 是吧 黄子 蒲毅欣 郭文涛 都小 就我大 你们怎么知道的 你们怎么知道的 回头吧 好奇怪啊 你们 你们在我直播间 别聊这些东西 行不行 你们求你们了 别聊这些事儿呀 加油 直播间一会被疯了 虽然说你们说的都对 但我们别聊这些 黄子可太小了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别别别别 别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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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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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不好 真不好 女巫请睁眼 我是觉得 读十一的话 有点太凶残了 要不就读一下 二号一下 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确认 请闭眼 他还是把十一号毒了 还是把十一号毒了 感谢S姐的血瓶 好吧 S姐还走了 天亮 昨夜死亡的玩家有两位 死亡顺序不分先后 没有遗言 第一位是十一号 第二位是十二号 新十二号玩家是 就不得了 就不得了 在一位是一号车 还在一位是十二号面 是十二号车 第二位是十二号车 有两号车 31号车 原来在一位是十二号车 还在一位是十二号车 就不得了 让我给你 说 他说他马上了 鸟哥说可能他升超黄可能要在我直播间升了 给我高兴坏了 苏苏你要可赶紧啊 咱不能让那个叫鸟匠的先开了吧 是不是 10号玩家吧 请10号玩家开始发言 这音乐是挺烦的 虽然我上轮头的是跟那个生徒一起头的4啊 但是我觉得生徒也不一定真是女巫 你看这轮如果说什么 生徒不是女巫跳了个女巫 然后女巫把他堵了 他是一个狼 那好哥哥不得吃大猫 他跟5号一起是一个狼把11号给杀了 也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嘛 对不对 那大概率还是我觉得 生徒是女巫那个他读了那个11号 那就投2号呗 对吧 1和2嘛 商人跟11号一起投票的有谁吗 11 2 4 然后1号王春意是7票的 5号报下验人吧 你之前说验4号 这4号上轮头死了 那你验的谁呢 对吧 5号 火树老师这个发言我点凭什么呢 我过了吧好吧我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顺着刚刚火树说了 上轮我气票了 因为本来我还是相对来说倾向于占11的 但是我现在越看越觉得 11很扯淡嘛 我现在比较相信5了 对 但是 那现在就很明晰了 2肯定是狼 2铁狼一批 我接下来都要听听2有什么话可以说 然后待会要听听预言家有没有什么 如果5是我们现在认定的真预言家的话 听一听你的茶茶 或者说你有没有给谁发金水 其他的我自己的信息真的不多 如果11号真的是狼的话 他把这警惠给了9 这个操作我觉得还是 不是很懂啊 不可能真的为了情感而给他 值得完美一下 对值得完美一下 我刚开始为什么连续两轮都投了11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听着就是觉得11没什么问题啊 而且我的旁边12 也一直都在挺11啊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那一轮我气票了才说明 我肯定不是这个狼坑这一堆人里面的人 好过 其实我觉得1号玩家在这个位置选择去倒沟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因为他不到沟就交牌了 因为他是上一轮唯一唯二气票的玩家 他这轮回头其实这个玩法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但是他已经跑不了了 但是他这个位置其实回头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 就是因为他如果还去冲的话就没意义 就打包带走 但是他这个时候选择去放弃 因为他气票了 他没出人家 他没出起 他起码气票了 所以他还是有回权的余地的 并且打了二号 就像我上次说的 葡萄星拿狼那次打队友一样 这个时候 预言家 这个 还在的时候 选择这样的一个倒沟的方式 那他晚上就一定要把5号玩家砍了 而且他要笃定5号玩家没有验到他 因为5号玩家是非持有警徽的预言家 非持有警徽的预言家没有警徽的预理可以随机验人 那么如果我是5号玩家这个位置 如果我是5号玩家这个位置 我会去验16的 因为裸票人不验 冲票的人就不用验了 他可以5号人家可以直接验1 因为你验2没意义 因为2号玩家已经冲票了 那你不如去去票里面去翻一下 所以1号人家在赌 他在赌5号人家没有验到他 知道吧 2号玩家请发言 呃我现在在想 最爱上的情况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啊 就是 11号12号的走了 然后12号 在上一轮发言的时候 跳了是女巫 然后他的发言说 可能会在2和11当中 还没有别的好的选择的 那 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选择了破11 而没有破2号 然后女巫刀了 啊不是狼刀了12号 然后就这样走了 对吧这是一种可能性 然后 但我还是 我之前的一个逻辑 因为我觉得我太晚了 我实在变不了逻辑了 就是 11号从头到尾 在干自己说到做到的事情 他说他的警徽流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是什么样子的 他刚才改了是因为12号跳了女巫 那他就去验了他的第一警徽流 是9号 如果 11号是一个狼 那9号 现在是什么 这些事情 就让我很困惑 那我现在只能继续去 顺着我自己之前已经认定过的事情去相信 那就是11号是个真原家 对吧 然后 那12波他干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就 那 因为9号现在拿到了警徽 这件事情在我这里看来 就是 他要么就是验过 要么就跟11号认识 那 那 回到之前的逻辑当中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 对于11号 包括对于11号而言 他汗跳完了之后 这一系列的操作 都有些 大 就是 对我而言是超超纲了的 那所以我还是会坚定地认为 哪怕站错了没有关系 我还是会坚定地认为 那可能就是5 7 两个狼 然后11号真原家 然后12号站错队 然后 这样子是我 我目前能力 智力能承受的东西之一 那你踩我 我没有关系 那 也只剩下我们能互相踩踩的 对吧 这个是 12号女巫爆出来的一个饮水 那 也还没有到自刀的时候 5号是我认为的狼 7号是我认为的狼 9号 是我认为的原家给的精水 那6 8 10 就剩我们几个了吗 那我现在只能这么聊 因为我 搞不懂 什么情况 那我决定 我会把票挂给5号 是因为我觉得我平时玩狼人杀 一个预言家走了 我就倾向于让另外一个NGI走 但是7号是我预言家的 我叠了个纸飞机 我叠了个纸飞机 当时 叠的挺好的 飞的还挺远的 查杀 57 随便 我挂7吧 挂7挂7更相信 他们都一样 对 这局2号玩家发言得非常差了 差的点是他没有想清楚他自己要说什么 首先他在纠结9号玩家是什么 2号玩家通篇发言起因 军过和结果他 结果定的是他认为11号玩家还是原家 你既然定了11号玩家还是原家 你就要认11号玩家一定验了9 因为11号玩家警会流流4 4号玩家出局了 他就一定不可能去验尸体 他就一定验了9 那9号玩家就一定是11号玩家真的发的金水 你把这个旅顺了 你的发言才能构成一个正常好人的发言 不要跳女巫 不跳女巫 以至11号玩家警会流流4 4号被你们这些菜逼好人出在了白天 导致11号玩家不知道该验谁了 他就验了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9号 没想到9号是个金水 他就把警会给酒了 更没想到的是11号玩家竟然被这个菜逼12号给毒掉了 那我们可以想想12号玩家为什么会吃刀 那就因为5号人家是狼 他不可能刀自己 他选择刀了12号 而12号是有可能要站编5号的 所以刀了12号 12号大概率会颇11号 所以今天是1112双死 所以大概率是应该这样一个发言 才能把他所编的故事线捋下去 而不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这个11号 我觉得他还是个人家 9号为什么拿警会了 好奇怪哟 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哇我说的那个不复杂了 不不不 2号人家跳女巫是一定没人信的 2号人家跳女巫是一定没人信的 2号人家跳女巫能够能够说的点就只能说他夜里独了12号 那么11号玩家是被狼人砍死的 那你前一天晚上为什么要手动投7号没有去投12号呢 你既然2号人家想跳女巫 那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去投12号呢 如果那轮投票2号玩家没有一起出我7号 他单票举12 第二天1112双死 2号玩家 可以说他是女巫 但他没挂12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跳女巫 他这个位置只能说11号人家原家验了90金水 但他又说不清楚9号人家 因为他知道9号人家跟11号不认识 他又要说9号和11号认识 那不就是双狼了吗 而且他那个位置也没有打死1号 1号人家打他先这位1号人家打他是狼 2号人家应该做的是打死这个1 哎呀1号玩家你什么东西 你井上跟我一起投票 现在你倒勾狼吧 你打死1号 起码帮1号人家可以做的身份 因为1号玩家已经打了2号 你俩都是狼的情况下 你2号一定要打回去 2号人家原话是没关系 你打我也没关系 都是狼同伴吗 你打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兄弟 那不是都能看出一二双了 3号玩家请发言 把我画稀小哥哥气坏了 这12号说话不算话 说好毒二的他不毒 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起来一看我感觉2号应该是看到 他没死他感觉有点不得劲 我也觉得12号有问题 那说话不算话 我昨天一听腿毛一眼 我心里面软软的 我一点不带吹牛皮的 真的观众朋友们 我太开心了 我也想好兄弟 我听12号发言的时候 我就在想 身腿有没有可能是 莫作为一个狼牌跳舞 外作为球尾腿毛 感谢7153的 11个奖杯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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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个银水爽一爽吧 我就爽吧 真的说他说我说我出去他说我有意想真的 那这没有说的全是对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昨天其实听了11的发言 我因为11的发言还是挺好 说实话 我因为我说了的 我站边是真的是因为11锦上的发言比我好太多 但是PK他我是想要压手 挺下我是想要回头 听完昨天11的发言 我都有过那么一丢丢的纠结 因为确实 这也太用力了 真的 真的尤其是前面我感觉就是非常棒 那发言有杀气 恨不得这7号玩家必须得走进来 那种感觉 感谢前面的续飞 感谢徐徐如胜的续飞 他给我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 我就感觉他是 好像是在给外座位打篮坑 实际上在定点输出5 所以呢 挺好 我认为是 41是两个狼 20个狼 感谢徐徐如胜超准开 我知道 你们找找吧 呃 我认为12号不好 拿张女巫牌 说好毒谁就一定要毒谁 说好毒人就一定要毒2 诶毒11干嘛 嗯 过来 狗哥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看出2号是狼了 那接下来就听5号玩家咽了 5号玩家发言 就是呃 我现在先从哪里开始 我可以先跟你们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昨天晚上我咽的是90好人 就 就没啥可打的了 我觉得这一把 然后我一个一个聊吧 4其实不用聊了 他最后他走的时候也是必是一头狼走的 最后他到时候反驳我那个点 就是我井上我打他井上不说话 那个点他打的我是说我什么 呃 新手光环 还说他看到我在后边他一定会 就是跳的 如果他是狼 我就觉得他如果是狼看到我在后边举手 我我我我玩了这么多具狼人杀就是不是我今天玩这所有的狼人杀里面 但凡我拿的不是冤家我都把手按下去了 我都没有上过井 我唯一上一次井我必会跳冤家 无论我是狼还是冤家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这种事情 然后他就说我看你母剧说我我如果是狼我肯定还会跟你汗跳 太扯淡了 而且最后他会去聊那个三三是个饮水 他还在那聊三就是点的是跟他们跟他跟三那个呃看不看的问题 我觉得很离谱 然后之后再往前聊聊二 二上一轮说的我的打他他第一轮开局第一句话是 我说其实是个局外人哈 你们你把你五把我打的这个狼坑里边其实很离谱的 因为我是个局外人但是你根本就不是局外人 你后面就说的五的优点我们就不说了啊 直接聊五这个有什么缺点吗 然后他就开始说我基于判基于状态来判断什么什么 我基于我我上井之后留井会流 我肯定是看大家的情况我才会留井会流 这些不是我晚上想好的吧 我看十没上井 十是每一轮闭上井的一张 就是玩的非常好的一张就是呃 牌为什么还会不上井 我肯定会留他个井会流呀 然后再聊去聊也一 我觉得打一二双狼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后一也是延续着二的观点说这个呃 我跟十一去对跳 说我这就打什么状态不状态 跟状态没关系 我说的是十一没找狼我在找狼而已 然后呃 对还有二号上这一轮发言说的是 十一很好呀 十一说到做到 他说给谁井会流就是给谁井会流 那他是个狼啊 他没有验人的机会 他肯定想给谁发 就就他又一变不会引人怀疑吗 然后我是一个预言家的话 我我我肯定会随时随地会变 因为我又没有井会我变无所谓 我肯定是想着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找到那个 我我怀疑的人 我这一轮验酒的原因是因为呃 十二号女巫说了他要在十二或十一里边选毒 我怕他也会把一带进去 所以我就最后选了艳莉一个酒 结果还是金属一个警长 所以就我担心后面是呃 你们帮我找出狼美人 他们今天可以先不不把狼美人推出去 这是交给你们的任务 我觉得一二里边开一个 然后后面的如果结束了就结束了 没有结束再说过了 哎呦五号玩家发言逼逼赖赖 不是那个开开心心的贼高兴 所以你从状态上来讲你就站不错边 因为五号玩家他那个发言 他就很很嘚瑟就妈很爽 他就觉得十一号玩家被堵走了 哎我们经纪公司就不是 就是那个场上就剩我一个真原家了 哎他就感觉很高兴很嗨很舒服 这排赢了哎暗暖不住的这种喜悦啊 就肯定真原家这种这种这种状态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抑制住 就就就就没有没有什么抑制住 挺好挺好的发言 六号玩家发言 太高兴了 我也不想参与你们江湖当中这些分分小小 我就想当个快快乐乐的白痴 好过 七号玩家 到了什么七夕什么情人节 你要准备这那的买个挺贵的东西 人家还不喜欢 这你这你随便买个花不就高兴的不行 对不对不挺好的吗 你说什么人家信什么 你说什么信什么 这不挺好的吗 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 唱歌又好听 对吧 就还可以 挺好的 挺适合过这个 我觉得挺不错的 那个 我上一轮其实发言的时候 我还没有听过一号和二号发言 我当时是 就是试探了一下 我的发言 我说一号我觉得好像是狼 然后一号其实给我的反馈 就是下意识点了点头 然后就不看我了 二号的反馈跟一号玩家是一样的 他俩为什么老点头啊 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号二号 老要点头 我告诉你你们外边玩狼人杀啊 你们观众你们以后可能会有机会跟人面杀 现在外边这种什么野疤这么多 不是 就是这种野的狼人杀疤这么多 你去可能外边跟拼桌一块玩 而且直播间里面观众就女观众比较多啊 我教你们 有男的 说我告诉你们我严杀这个六号女玩家 我跟他不熟 他说你六号女玩家 你就 是这样 给他这个回馈 你甭管是狼还是什么 你就这样 真的 一定要这样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一号二号就都是狼 所以那个位置排了排 那就是一二四十一了 然后 以及一号玩家 是因为我肯定出不错狼的 然后我说你是狼 你最后七票了 这话说的太装逼了 我说你是狼 你肯定会投我七号的 但你没投你七票了 所以我觉得一号二号就都应该是狼 所以场上应该就剩下两个狼 一号和二号 然后另外就是我是个猎人 我上一轮 所以因为我接到十一号查一查之后 我没跳枪 因为我觉得跳枪就没意思了 因为我跳了枪 后面狼人 因为我听前面没有狼 后面狼在后面呢 狼也没有办法跟我喊跳枪 而且我跳了枪 十一号就一定会出局了 所以我就没跳 这就是我当时想法 所以我觉得一二里边随便出吧 我觉得要不就先把二号出了 至于谁是狼美人 什么狼美人不狼美人的 这些都无所谓了 那我们就先出二 再出一 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说这么多我过了 我跳枪的原因是因为想象 他们这个这个时候直接交牌了 就游戏进行到这儿 预言家在枪在 就这个这个局势里面 白痴也在 一号和二号可以直接交 就说法国我们交牌 这局就结束了 因为这局一定抄不了了 当时已经录到一点了 当天晚上我答应说 请他们一块吃个火锅 然后太晚了 实在又又特别困 然后我穿着一身破挂子 我还出汗 巨热你知道 你看我头上汗 头发都湿了 我穿着一身挂子 巨难受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赶紧完事 请人吃个饭 回去好睡觉 很烦 就真的巨烦 巨烦你知道吧 就巨烦 就 就 所以 所以 我就想交牌 但结果 没想到他们太轻易了 八个玩家派 基本现在就是属于大局已定了 然后 那我得用逻辑来 再输出 有空调 感谢九瓷的火锅 狼人牌 五号牌是冤家牌 但是现在今天你二号牌还要去说要坚守自己的信念的话 其实有一点是没办法打的是 四号牌昨天是被五号牌投出去的 那四号牌你认为五号牌是个狼 四号牌就不是狼 十二号牌跳了个女巫一定不是狼 十一是你认的冤家一定不是狼 三号牌是个饮水一定不是狼 九号牌是一个双金水一定不是狼 你能打的狼坑有谁啊 五号牌六号牌七号牌八号牌 十号牌 一号牌是之前支持一十一然后弃票的牌 而且是你认为的定狼牌打死一张牌 那他也不能是张狼人牌 但是这个六号牌在上一轮选择弃票 在他们的团队大优的情况下 他身为一个狼人牌没有必要弃票 所以六号牌做不成五号牌的狼同伴 十号牌一个在影下第一天就产生自我怀疑 并且这个发出这种灵魂质问说 不能是你们五六七八四个人来搞我 可我一个人骗的那种人 那也不能是 你最后能打狼坑只有五七八 所以说最后判断十一不是愚言家的原因 不是说十一的发言不够好 而是十一作为一个愚言家 五的狼坑打不起 因为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底牌一定是个好人 那我只能打五七双狼 那不能歪这位的两个狼在看电视吧 就没办法 虽然十一的发言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 以他的这个玩的这种局数来说 我觉得他发言甚至是一个超水平的发挥的情况下 他还只能是个狼人牌 就是今天只能出你二号牌 就如果说你们想选择决业时间的话 也可以在此选择交牌 也就不用让他再多说话了 我过来 这个逼是真饿了 真的 这个逼就等着我这顿饭呢 他是真饿 他自己说了那么多 说完之后让人家交牌 哎呀我都服了 9号玩家请发言 那我双精水 我现在是不是全场身份最高 是不是 战士 不是我们那天啊 我们那天是 因为 我刘小松浦一星 我们当天会有很多粉丝点餐 你们知道吗 然后那天我们晚上没吃着饭 就我们已经习惯粉丝点餐了 就今天可能我的粉丝 给点饭 我们仨一块吃 明天可能刘小松粉丝点饭 我们一块吃 后天呢可能 菲律星粉丝点饭一块吃 哎 我们那天晚上没饭 我们还特牛逼 导演组 跟我们说哎 这你们盒饭 我不吃不吃不吃 我们粉丝送 啊 我们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那天晚上没饭 是真没有 也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怎么回事 就让三个好哥哥饿肚子呗 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是真没饭吃 就真饿了 就想赶紧结束吃饭 真不送餐啊 真不送餐 十一 把一二给我出了 这是哎呀 我记得我都不是第一警惠流啊 我是第一警惠流吗 反正就 反正就 哎呦 这个时候还怼着我骗对吧 那 就是 还可以 我觉得 骗到了 第一轮真的 感谢陈子的告白祈求 就是 谢谢陈子的告白祈求 我当时以为十一号玩家 如果汉跳的话 应该狼队晚上安排的任务 让他给谁发茶茶什么的 没有没有粉丝真的挺好的 感谢奶盖鱼的告白祈求 谢谢奶盖鱼 哎呦奶盖鱼可以 谢谢 没有我们当时粉丝对我们真太好了 我们喝的吃的全都不愁 当时在那块 当当时我们在那个那个后边 那个其他的那个主播都嫉妒我们 我们我们三个最后单单独有个房间 我们那里面堆满了吃的 真挺好真挺好真挺谢谢大家的 到后来我都跟大家说别送了 我说那个别别那个送这么多了 因为吃不了也浪费 当时还点了挺多的啊 但是这个格式 知道裴裴为什么胖了吗 知道裴裴为什么 我们录个高带裴裴还能变胖 唉 是的话那11号玩家汉跳起来给七发沙沙一定是白天看到景上格局之后自己想出来的打法 就11号玩家挺厉害的 那12玩家都是非常左右摇摆的两张牌 然后其实10号玩家那个时候把这一轮的解决方法其实说出来了其实 狼队得出来一个人跳女窝去把刀口掰过来 还是追女窝的 你是女窝把12号毒了狼队晚上高能预知 高能预知 因为因为因为你们另一个对面的真的预言家5号还活着还能抱一天验人 所以你必须要起个状态穿一个女窝的衣服掰一下刀口才有可能性吧 我是觉得但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在左右左右摇摆的话 其实其实因为空间挺少的没有多少位置可以打 我觉得我觉得先出这一轮先出二吧 然后下一轮给一个机会飙飙水或者怎么样 出个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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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可以选择交牌了 但是我订票出二我占11 我被矮食一片我今天把订票出二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警长归票二号 现在开始放逐公投 请所有玩家在三秒后开始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一号投给二号 二号弃票 三号投给二号 五号投给五号 六号投给二号 七号投给二号 八号投给二号 八号投给二号 九号投给二号 九号投给二号 十号投给二号 二号玩家出局 请二号玩家发表遗言 5号玩家为什么要投自己啊 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当时还没看到 我当时还没看到 啥意思啊 这是 你们也不懂吗 你们不是应该比我懂吗 这不娱乐圈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还投自己了呀 没搞明白啊 怎么回事啊 好奇怪啊 收益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的遗言呢 就是我还是认为 十一号不是没有可能拿冤家 并且我依旧认为 他是冤家 别看了 昨夜死亡的玩家 玩家吧 五号玩家 请精章选择死死 这都我们发什么言了 哎 我们发什么言了 请五号玩家离场 请精章选择死所或死有发言 嗯 六号玩家吧 十一号 请六号玩家开始发言 六号就是 嗯 六号是个好人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证明 六号多好呀 没有了 警官参加 再会做个饭 多好呀 七号玩家 请发言 哎 初一过了 哦 对对对 八号玩家 请发言 同上 哈哈 过 九号玩家 请发言 九号玩家 发言顺序选择 没太选好 初一吧 初一吧 那个 过 十号玩家 请发言 要不然这样你们俩有身份 所以你们要有身份 我觉得可没弄言 哎别说了 七号发言后来感同身 活上 七号同 其实你们已经 因为你们不选 二号花旗 果树为评语 使部分好人占错边 林银 行了 这局我们就付盘完了 好不好 这局我们就付盘完了 cue 感谢观看